支持西藏独立 在涉藏涉疆问题上 美国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胡锦涛表示 美方对中国输美轮胎采取特保措施 不符合两国利益 类似事情不应该再次发生 在当前经济金融形势下 中美双方更应该坚定反对 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 继续拓展经贸领域互利合作 通过平等协商 妥善处理经贸摩擦 维护中美经贸关系 健康稳定发展 奥巴马表示 美国支持自由贸易 致力于继续拓展同中国的贸易关系 美方愿同中方通过对话和磋商 解决经贸领域问题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 中国努力扩大内需 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 美方对此表示赞赏 胡锦涛指出 中国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 并为此做出积极努力 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中美能源环境 气候变化领域合作将取得更多成果 奥巴马表示 希望加强两国气候变化 特别是清洁能源领域合作 把它作为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支柱 共同为哥本哈根大会取得成功 做出努力 双方还就朝鲜半岛局势 伊朗核问题等交换了看法 国家主席胡锦涛当地时间22号下午 在纽约会见南非总统竹马 胡锦涛再次祝贺竹马就任南非总统 他指出 1998年建交以来 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 中南已成为重要战略合作伙伴 胡锦涛强调 中南都是重要的发展中国家 在新形势下 中方愿继续同南非携手努力 密切高层交往 扩大经贸合作 丰富人文交流 加强多边领域合作 不断深化中南战略伙伴关系 实现两国共同发展 中方欢迎南非参加上海市博会 祝愿明年在南非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 取得圆满成功 胡锦涛表示 中国一贯重视非洲 加强同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 始终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石 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刻的背景下 中国致力于发展中非友好合作的信心和决心 没有改变 我们也不会因国际金融危机而减少对非援助 胡锦涛指出 即将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三次金融峰会 是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次重要会议 中方愿同南非加强协调 凝聚共识 推动这次峰会 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关于应对气候变化 胡锦涛表示 中方愿同南非加强沟通和协调 维护发展中国家团结 共同敦促发达国家履行其义务和承诺 为推动哥本哈根大会取得成功 发挥应有作用 祖马完全赞同胡锦涛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意见 表示南非愿进一步发展对华 中方愿同南非加强沟通和协调